我们的亚洲织品展在11月初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幻展 在11月13号重新登场了 这次呢我要来跟各位聊聊 展览中的认识织品这个单元 我是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院处助理研究员黄韵如 也是这一次亚洲织品展的策展人 什么是织品 它们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让我们从纤维材料、制作技法、服饰剪裁、装饰纹样等各个面向 重新认识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织品 在工业生产机械化以前 织品服饰以手工制作为主 为了创造出优质的布料、兵分的色彩、华丽的花纹 各地区发展出丰富多元的织品工艺 常见的制作技法包括织、染、锈等 通常各种技法都会混合着使用 织是最基本的技法 利用织机将纵向的金线、横向的尾线相互垂直交错 制造成为布料 随着交织方法的不同 变化出各种组织结构 常见的包括平纹、斜纹及断纹等基本组织 我们来看看这件日本和服 白地孔雀纹、明鲜和服 日本和服是造型简单的平面剪裁 由一匹宽约40、长约1200公分的布料制作成开筋的长衣 它的穿着方法是左右胶叠为右开筋 再绑上腰带的基本形态 日本的工艺技法相当多元 包含织紧、刺绣、脚染、绘染等等 一件和服经常综合运用多种技巧 程序繁复且做工精致 纹饰设计更是鉴赏和服的焦点 平面剪裁的和服展开后犹如画布一般 充满各种隐喻文化巧思的纹饰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件明鲜和服 明鲜是和服布料的名称 它使用碎屑的丝碾成有粗节的线 再用平织织成布料 因此它的触感一般比较不滑顺 但却非常耐用 它以绷织技法 又称伊卡 日文称为卡斯利 先将金尾沙线分段 依照花纹先做扎染 再进行织造 平纹胶织的纹饰轮廓 参差不齐的晕开效果是它最大的特色 白地织出的蓝孔雀及鲜红羽毛 配置在全剑的和服 构图极为大胆 配色非常的华丽而亮眼 同时展现出了昭和实在的大胆与创新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制作技法装的染 将具有颜色的染料附着在制品材料上 可以直接将色料浸染 涂绘或盖印在布料上 也可以透过防染技术保留底色 创造出染色跟未染色之间的对比 例如扎染 形染 以及蜡染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件 土耳其蓝地折织花印染布 土耳其横跨欧雅大陆 它融会东西方的多样技术 织品工艺技法有织紧 刺绣 印染等等 它的板液工艺技法 是先制作木具的浮雕板 再将木雕板上涂上颜料 在布料上印出轮廓后 再进行着色 仔细地看看这件蓝地折织花印染布 它同样应用木雕模具 像盖印章一般 将花纹的轮廓线印在布面上 再进行着色 蓝底色跟花卉纹完全没有叠色的效应 可以知道 这个蓝色呢 它也是手绘涂色完成的 曲线柔美的卷草花卉纹饰 充满了生命力 有些局部的颜料溢出了轮廓线 这也正是手工作品独具的魅力 绣是透过针缝 将材料附加在布料上 创造出立体装饰的效果 依照针缝方法的不同 大致可以分成 直针 十字 达子 锁针 钉针 等等的各式针法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件印度的 白地人物刺绣背 印度拥有丰富多样的手工刺绣传统 其中源自孟加拉的坎特丝是最有特色的一种 坎特丝可能是最古老的印度刺绣形式 在繁文中 这个词的意思是破布 这种针线活背后的想法是 重复使用旧衣服以及材料 孟加拉妇女擅长刺绣 将旧的沙粒跟腰带的布料做多层次的铺叠 应用在简单的平真刺绣缝制成这样大型的盖背 这一件刺绣作品 布幅的中间有三层的建筑物 排列着姿态各异的男女人物 围绕着其间穿插着大象 马 狮子 鸟禽 蜂蝶等多种多样的动物 四周在以黑色、红色、黄色、绿色的丝线 绣出几道花叶、树果、鱼的边饰外框 呈现出栩栩如生的日常画面